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 耶和华必安慰西安 他要安慰他的一切荒场 使他的旷野像伊甸园一样 使他的荒地像耶和华的园子一般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声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 我的民族啊 你们要侧耳听我 因为训会必从我而去 我必建立我的叛词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益临近 我的拯救已经发出了 我的榜币审判万民 众海岛的人都要等候我 并且仰赖我的榜币 你们要仰观天空 俯视大地 因为诸天必向烟云消散 大地要向衣服渐渐破旧 其上的居民必向蒙虫死亡 但我的拯救却永远长存 我的公益也不会废去 认识公益 把我的训会存在心里的人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诽谤而惊慌 因为蛀虫必吃他们 像吃衣服一样 虫子必吃他们 像吃羊绒一样 但我的公益永远长存 我的拯救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榜币啊 醒来吧 醒来吧 穿上能力吧 像古时的日子 像上古的世代一样 醒来吧 从前砍碎了拉哈勃 刺透了海龙的 不是你吗 石海就是大云的水干涸 石海的深处 变为蒙救赎的人 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耶和华所属的人 必归回 他们必欢呼着 进入喜安 永远的快乐 要临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 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 都必逃避 我 我耶和华 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会死的人 怕那被造 如草的世人呢 你忘记的 造你的耶和华 就是那展开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的 又因那欺压者 准备行毁灭的时候 所发的烈怒 你就终日不住惧怕呢 其实 那欺压者的烈怒 在哪里呢 被掳得快得释放了 他们必不会死 必不会下到阴间里 他们的食物 也必不会缺乏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就是那搅动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澎湃的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我把我的话 放在你的口里 用我的手引 庇护你 好立定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 对喜安说 你是我的子民 耶路撒冷啊 醒来 醒来 站起来吧 你从耶和华的手中 喝了他烈怒的杯 喝尽了那 使人摇摇摆摆的绝 他所生的种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的 他养大的种子中 没有一个扶持他的 荒凉与毁灭 饥荒与刀剑 这两样临到你 谁为你悲哀呢 谁能安慰你呢 你的种子昏倒了 在各街头上躺卧 好像羚羊在网罗之中 他们保偿了耶和华的烈怒 你的神的斥责 所以你这困苦的 不是因酒而醉倒的 要听这话 你的主耶和华 就是为自己的子民 争辩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已经把那使人 摇摇摆摆的杯 就是我烈怒的绝 从你的手里挪去了 你必不再喝这杯 我必把这杯 放在那些 苦待你的人的手里 他们曾对你说 你屈身俯伏 让我们走过去吧 你就以你的背 做陆地 做街道 任由他们踏过去